甘请大姐唱个歌吧 五音五全 没关系 真的我一点都没准备 这么有热爱生活的人 怎么可能没有兴趣爱好呢 我感觉唱个来回 唱几句就可以了 来几句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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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蜜蜜 你笑得多甜蜜 就像花壳开在春风里 开在春风里 天 我记不清歌识 你平时没有点业余爱 自己不自信嘛 感觉五音不浅 好像是就跟我那个 开歌然后唱我 原唱唱我 你觉得你活到49岁 活到现在 你觉得你的人生 觉得是活得值呢 还是活得亏呢 我感觉挺值的 人生的坎坷什么都经过 酸甜腐辣都有 既然值 那么咱活到这一年纪 该经历的都经历了 也自由了 也没负担了 咱就想吃点啥 就吃点啥 想玩点啥 就玩点啥 如果有好工作 咱就接着 对不对 来我们进入职场 情商课堂 公司最近想 新的绩效管理 目前有一个方案 用员工百分之百的工资 当作绩效 这种零底星 靠绩效决定工资的方案 合不合理 能不能对员工产生激励作用 作为劳动法来说 是不合理的 他知道 作为劳动法来说 是不合理 你不可能不给员工一点底薪 就比如说他这一个月 一点业绩没有 我就一分钱不拿 那所以您什么意思 不合理 但是 能产生激励作用 对对 确实能产生激励作用 确实能产生激励作用 您能接受吗 我不能接受 这个问题关键点是 你能不能够对员工 产生激励作用 我认为是会起副作用 当没有底薪的人 今天要迟到了 我不去 反正没有底薪 今天明天我不想去了 我就不去了 反正没有约束力 但是你说你能产生激励作用 我反正觉得 大姐还蛮乐观的 你回答完这个问题 反而是让我 让你走入现在的职场的话 其实是有一点点担心 因为假如说像KPI 这样的一些 都是我们经常讲的 那其实刚才小叶总的话 我觉得这个散心 首先我是表示尊重的 我很担心的呢 其实一个是说 你离职场的距离 就是这种 其实你对现代的 这种职场的距离 其实有一点点远 第二的话 其实我比较担心 您的学习的能力 其实您完全跟我们 目前是没有什么 太多的重合的 但是我们除了专业之外 我们会考虑一个人的 这个就局点 就是是不是足够 喜欢小朋友 是不是足够喜欢运动 我想听您 对过去运动的认知 我特别喜欢小朋友 但是对体育运动 这方面 我们不是太了解 OK 我明白了 因为我很遗憾 现在告诉您 我不能给您留港 但是我愿意给您提供 兼职的机会试一下 因为的确是在 我们这个行业里头 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觉得是稍微有点 年龄的女性 其实在对家长 进行销售的时候 是非常有亲和力 和说服力的 但是我觉得您可能 还没有完全做好 回到我们现在这个 年代的职场的准备 所以欢迎我们来 多多交流吧 谢谢 好吧 第二轮选 在取货里 谢谢各位老师 大姐 咱们俩是同龄人 咱们俩是同龄人 对 我们俩 我七二年 49了 对啊 真的吗 还去伊林的 对啊 我七二年的 我看到你今天全灭灯了 我有一点点悲凉 我想到了两个字 叫专业 就是你也吃过苦 但是你在这么多年 吃苦摸巴昆达的同时 你没有在一个专业上 去伸扎 这是今天我在想 是不是灭灯的原因 而且专业这个事情 你越做越深 越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 你反而在这个行业里面的 这个身份是往上升的 如果你没有专业的话 只是随波猪流的话 那么岁月就只是岁月 不会成为你专业度的一个 提升的一个 一个辅助的标杆 人家带着一海子 闯北京12年 人家还买了房 人家生存能力强着呢 你担心啥呢 潮汐 我觉得 你根本就不懂大姐 我跟她也是童年人 我七三年的 而且我第一年的工资 你是拿98块钱月薪 是吧 对 我第一个是102块钱月薪 我觉得你有很多优势 你看 她第一次就很能获得人的信任感 对不对 对 第二她身上还有朝气 王总 王总 你觉得她生存能力没有问题 那你为什么不留灯 你不留灯的理由 她是这样 她生存没有问题的人 我都留灯吗 这什么逻辑 我就说她没有什么悲娘 她在外面生存工作 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好 那你觉得 她在我们这找 对 找不到工作 不代表人家找不到工作 你生存悲娘 就是你太共情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 潮汐 比如说超市的工作 它特别合适 对呀 说个言 没问题 对不对 你一个祸呀 那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们这没这岗位 没这岗位 确实我表现得不好 真是我准备 一点没有表现出来 她的潮汐 偶尔就邓身人生悲娘 人家是你哥 人家比你大一岁 你得叫哥 你知道吗 我今天才知道 原来你比他 还年轻呢 你东方的 你不是我 我实在你哥 好